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又在二十三岁那年还俗 嫁给一个四十五岁的富商 虽然她的名气并不高 但她和富商生下的儿子 却在多年后成为举世皆知的大总统 这名女子究竟何许人也 她的儿子又是什么人呢 家道中落 挑起重担 这名女子名叫王采玉 原名为王采玉 清朝同志两年 1863年出生于浙江省的一个普通乡村 论身世来说 她本该是同龄人里最幸运的那个 父亲王有泽是村里的大地主 好歹也算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 但遗憾的是 王有泽本人是个好吃懒做的顽固子弟 从不主动搞生产 心里成天琢磨的也净是些吃喝玩乐 好好的一个地主家庭 被王有泽这么一挥霍 祖上传的家底基本都见底了 但实际上除了不思进取的父亲王有泽 这个家里的两个儿子 同样也是不省心的主 王有泽的膝下一共有三个孩子 王采玉是家里老大 后面还有弟弟王贤俱和王贤玉 先说大一点的弟弟王贤俱 此人算是完美继承了父亲怠惰成性的优点 三天两头的网独长跑 再说小弟弟王贤玉 虽然没什么恶习 可本人也是个天生精神残疾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一个不上进的父亲 一个独隐难戒的弟弟 和另一个先天精神有病的弟弟 这个破败的家唯一正常的人 也就只剩下王采玉了 看着日渐穷得揭不开锅的家 和即将清空的积蓄 年幼的王采玉咬咬牙 毅然扛起了挣钱养家的重担 他要挽救这个濒临崩盘的家 因为年纪小 王采玉做不了繁重的体力活 只能四处做些零散小工 不幸中的万幸是 王采玉自小便练的一双精湛的巧手 针线活作的灵巧又好看 于是他经常会缝制一些布料 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刺绣拿到街上卖 靠挣来的钱养活全家老小 虽然日子艰难 但性格坚强的王采玉从不抱怨 而是尽心尽力地维持着这个破碎的家 时光如白鞠过戏般转瞬即逝 一眨眼 他也慢慢从过去那个瘦小的黄毛丫头 成长为身材高挑的妙龄少女 眼看着王采玉已经长大成人 父亲王有泽也开始为女儿张罗起了 她的人生大事 最终在王采玉十九岁那一年 父亲王有泽将他许配给曹家田的一户 竹姓人家 竹家这个儿子虽然身体有些毛病 性格也不算太好 但大体上还算说得过去 就这样 王采玉嫁给了竹某 并在第二年为他生下儿子 儿子出生前 王采玉和丈夫竹某之间可谓是水火不相容 基本是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炒 多亏了这个孩子的到来 王采玉和竹某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从此夫妻俩都将精力放在了抚养儿子上 竹某努力做工挣钱 王采玉在家相夫教子 日子虽不富裕 但也算自己自足 不幸分治 代发出家 可似乎是老天有意捉弄 王采玉和竹某 还没从喜得贵子的欢喜中缓过神来 一道晴天霹雳就砸在了他们身上 夫妻俩的儿子在出生后不久便突发疾病 最终不幸夭折 王采玉强忍悲痛将儿子埋葬 送走了这个稚嫩的小生命 然而麻绳天挑戏处断 厄运总残苦命人 王采玉刚经历完丧子之痛 老天爷便又在他的心上插了一刀 王采玉儿子夭折的第二年秋天 曹家田忽然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霍乱 很多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而很不幸 王采玉的丈夫主某也成了这其中中招的一份子 那个时代霍乱本就是很难治愈的绝症 再加上得病的人大部分是穷苦的老百姓 对其便更是束手无策 最终因为没前医治 主某的病情急转直下 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短短两年的功夫 王采玉便失去了儿子和丈夫 无家可归的他 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孤立无援之际 王采玉想到了回娘家 自从嫁入竹家后 他鲜少再回老家探望过父亲和两个弟弟 虽然他们都不成器 却也是自己眼下唯一的依靠了 怀着最后一丝期望 王采玉带着行囊回到家 怎料迎接他的又是一盆促然的冷水 父亲王有则病逝了 看着两个瘦成竹竿的弟弟 和面容憔悴的母亲 王采玉的心就像一潭死水般 只剩下无尽的绝望和迷茫 走到如今这一步 再坚强如铁的他 也无法继续承受 丈夫和儿子死了 乡邻们讥讽王采玉是客夫客子 眼下父亲也走了 他岂不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扫把星 帮父亲办完后事后 王采玉独自又回到了家 一路上 村里的人们见了他都指指点点 阴阳怪气的挖苦 他是招货的灾星 听着那刺耳的流言蜚语 王采玉双目无神的眼 又流出两行青泪 他也不希望发生这些 可他一介若女子 又哪能抵得过千万张讥讽自己的嘴呢 对于身处封建社会的底层女性而言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王采玉坐在椅子上 忽然有些恍惚地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 会不会是他的存在 让所有人都被卷禁了不幸 如果是他应该怎么做 才能终结这一切呢 这时王采玉想到了出家 老家附近有座金竹庵 自己若是去了那里当尼姑 也算是能斩断这纷纷扰扰的成员纠葛 可当他提出这个要求时 母亲却十分抗拒地否决了 说什么也不肯放女儿去寺庙 但任凭母亲如何阻挠 此刻的王采玉去意已决 不会再改变想法 这长久以来承受的所有压力 已经快要压垮他的精神 王采玉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见实在无法劝女儿回心转意 母亲也只得放手 但他要求王采玉必须待发修行 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王采玉同意了 于是王采玉告别了母亲和弟弟们 踏上了前往金竹庵的路途 据传他在去寺庙的路上 曾邂逅一名江湖术士 对方看过王采玉的面相后 直言是富贵之相 必定能生下贵子 但那时王采玉一心只想归依佛门 因而并未将术士的话放在心上 经历一番跋涉后 王采玉来到了金竹庵 成为了这里的一名戴发尼姑 这处供奉着清灯古佛的僻静之地 或许于他来讲就是后半生的归宿 一日复一日地念经颂骤奸 王采玉也逐渐适应了寺庙里的生活 可就在这时 一个不速之客忽然找上了他 多年后的王采玉恐怕想不到 那日江湖术士的随口一言 日后竟会真的成为现实 有一天 王采玉的堂兄弟王贤东忽然到访 这让许久梅和家人见面的王采玉 十分惊喜 亲人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简单地寒暄过后 王贤东端正神色 向王采玉说出了自己此行的来意 王贤东一直是在富商蒋赵聪的店铺里帮工的 因为是多年的老伙计 所以蒋赵聪对他十分信任 无论什么大事小事都愿意交给他打理 尽管是雇主和庸人的关系 但王贤东和蒋赵聪关系却十分要好 几乎无话不谈 不过近段时间的王贤东忽然发现 他的朋友蒋赵聪精神很差 自从蒋赵聪的发妻孙氏不幸病时候 他便整个人颓迷不振的 生意也没心思去操办 心思细腻的王贤东知道 必须要尽快给蒋赵聪找个人作伴 才能让他早日走出阴影 可这样的人要到哪里去找呢 所谓进水楼台仙得月 王贤东脑中灵光一闪 想起了自己那同样刚丧夫不久的堂妹王贤玉 这一年的王贤玉刚二十出头 和蒋赵聪可谓同病相连 要是撮合他俩在一起 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就这样 在王贤东的牵线搭桥下 蒋赵聪和王采玉相识了 1886年6月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23岁的王贤玉重归世俗 和45岁的蒋赵聪结为夫妻 婚后 王贤玉陆续为蒋赵聪生下两儿两女 其中 长女蒋瑞莲和次子蒋瑞卿夭折早逝 只有次女蒋瑞菊和长子蒋瑞园平安长大 婚后最初的八九年 王贤玉和蒋赵聪相敬如宾 虽然中间又经历了丧子之痛 但家庭生活总体还算美满和谐 可好景不长 在王贤玉嫁到蒋家的第十个年头 年过八旬的公共忽然病逝 更祸不单行的是 西口后来爆发了瘟疫 蒋赵聪不幸感染 很快也撒手人寰了 一夕之间 操持店铺养育儿女的重担 全都落在了王贤玉的肩上 但这并没有打倒她 虽然没读过几天书 但王贤玉始终没阻挠自己的儿女读书学习 而是省吃俭用地供给他们上了私塾 这其中尤其要重点提到的 便是王贤玉的儿子蒋瑞源 蒋瑞源其实就是后来的蒋介石 1895年 母亲王彩玉将他送到私塾读书 后续又独自远赴日本留学 1910年学成归国后 蒋介石受到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提拔 为黄埔军校的建设贡献心力 还参与了打击军阀的革命事业 最终一举飞升 成为了中华民国总统 被罚战争中 他带领军队两度攻占山东和河北 又拿下了北平和天津 1928年10月10日 连任五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 又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 王彩玉的名字微乎其微 算不上什么名人 然而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的他 却用坚持勇敢的品格撑起了家 还培养出了蒋介石这样一位大人物 客观来讲 蒋介石虽然不是合格的领袖 但作为母亲的王彩玉 她的人生态度仍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事实确实如此 两度遭遇丧子之痛 又曾深陷客夫的流言泥潭 王彩玉的一生 几乎被各种交织的苦难所填满 封建年代 女性没有任何话语权 即使有礼也无处可诉 倘若同样的苦难发生在常人身上 恐怕早已选择放弃了 然而 出身于落魄地主家的王彩玉从未放弃 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靠着毅力坚持了下来 最终在逆境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如此切而不舍的品格 怎能不令人心生敬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